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很辛苦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那麼好呢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兒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最新的發現 讓你們認識到多些安全又有效的自然醫療工具 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HelloDiana你好 今天我們另外還請到陳振誠 自然療法醫學博士和我們分享 我們今天會和大家介紹一種坊間都很普遍的寶品 那是東蟲夏草 那其實它背後的科言和應用是怎樣的呢 那究竟它是蟲還是草呢 那我先講講簡單的歷史 那就是很多百年前 在Tibet西藏的高原 喜馬拉雅山高原 那有些放牛的那些木牛 那些木牛那些地方 那他們發現有時候 那些木牛呢 是會在找到一些這樣的 好像那些菌類那些這樣的植物 那就是吃的 那吃了之後呢 就突然之間變得很 就是很頑皮啊 還有充滿精力的 那這些這樣的那個 木牛的人呢 那就看到呢 他應該是吃了這種這樣的菌族的 那其實呢 那個東蟲祖呢 可以這樣的話 是這樣開始的 這個是數以百年前的 那當然啦 在中國的醫學史啊 可以說呢 就在李慈珍呢 在十六世紀 已經很詳細呢 是知道呢 是東蟲祖呢 就好像我們所謂的 一般的 我們中人所認識的人生的 那阿陳博士呢 在這方面呢 也都很深入的研究的 那麼他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那個 東蟲祖呢 到底是一種 什麼的植物 為什麼會這麼厲害呢 嗯 那麼其實 東蟲草呢 傳名的東蟲夏草 實在是冬天的時候 真是一條蟲 夏天的時候 真是一條草 所以大家在市面上坊間 可能有時候喝湯 有些人說 哇 有蟲草花 哈哈 來煲湯 但是 但是 蟲草花當然不值錢 因為一碗湯真的幾十元 那些大把蟲草花 讓你喝到你夠 那麼誰不知 你去肉房啊 你買一些 那些東蟲草 漂亮的東蟲草的時候 哇 那些價錢呢 比黃金更貴 哇 那實實在就是 我自己個人 我去過一個地方 叫曲那 的青藏高原上面 就說 那個 是 那個 高度呢 是 好像 成三 差不多有 兩千幾三千米 那麼高 曲那上面 那麼 那些 缺氧情況 當然很嚴重 那麼 原來呢 在那裡 就這樣 在草原的地下 即是地上 那些泥土裡面 那些藏紋 就可以 直接是 每一天 平均一個人 找到十條八條 他就真的爬在地上 慢慢找 慢慢找 那樣 就直接找到 這些 所謂我們叫做 東蟲夏草 是 是 為什麼 我們這麼費心機 走到青藏高原 這麼遠的地方 去 挖壞地下 來找 最廣告是 三千八百米 要這麼高 青藏高原 三千八百米 是 去到曲那 是 才能找到 那原來 世界上很有趣 竟然有這些 絕配 這個絕配 其實所謂東蟲夏草 其實 就 有兩種生物 即是 大家是 互相 攜手 搞出 這件事出來的 那 它是 有什麼呢 就是 有一 種蟲 真的有一種蟲 這種蟲 就是 一種 蟲 蟲 的幼蟲 另外 還有一種真菌 這種真菌 就叫做 肉座菌 肉座菌 其實是一種真菌 就是法母的菌 很有趣的 這些 蟲蟲 和這些菌 不是四處都有的 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會在 青藏高原 大家會合 其實 所謂東蟲夏草 雖然是 中國的 傳統的 名貴 中藥材 但是 它其實 就是有這種菌 肉座菌 就寄生 在這些 複蛾的 幼蟲身上 在高山上面 在高原上面 就 蠶食了 其實是感染來的 感染了這些蟲 然後蠶食了它體內的蛋白 和它的器官 令到它的 身軀是 僵化了 然後 僵化了之後 當然 這些 僵化了的蟲 和菌 裡面 吃了蛋白之後的 遺物 原來 產生了一些很特別的成分 這些成分 很特別 特別到 我們發覺 有些少少 搞到連醫學界和科學家都亂了 為什麼呢 我們 以前發覺 如果你用真真正正 這些菌 這些蟲 當然要在這些菌 蠶食了那條蟲的身體 僵化了之後 如果菌 就未曾萌芽 即是未曾長出一條 所以 你變成蟲草花之後 其實已經 沒有了很多 有效成分 都沒有了 是 它是要經過 那些 所謂的蟲 那些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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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未成蟲之前 一定要未成蟲 那些蟲是薑 其實很有趣 其實這種 蟲 當然 如果所有的蟲 蟲都變成 貴重藥材 它們沒有後代 當然 有些蟲就會成茄 然後 脫穎如出 變成飛蛾 這些蟲 才可以 幫它們繼續 產蟲 它很喜歡 將蟲 產到蟲 的身體 裡面 然後 它繼續產蟲 產蟲之後 變成蟲 而有一部份的蟲 是受到 真菌的感染 那些真菌 是在泥土裡面 在青藏的泥土裡面 受到它感染之後 這些真菌 亦都經過它的生命過程 它也要吃東西 將蟲裡面的蛋白 吃了它 消化了它 將蟲的身體 僵化了 那麼 根本上 我們吃的 就是我們的 入藥 就是這種蟲 僵化了的身軀 它不會變飛蛾 變飛蛾 那些 沒有受這些 真菌的感染 那 如這些 東蟲 所謂這些蟲的身體 受到真菌感染之後 我們一定要在這個真菌 未萌芽之前 就要收穫了 收成了這些蟲的 僵化了的蟲體 才是作為一種有用的東西 實實在在 它為什麼有用呢 近代研究下去 原來就是一種 物質 這種化學物質 叫做 3'Dioxydinosin 中文叫做 3脫氧腺金 其實我們的基因 DNA DNA 就是脫 這個脫氧 核酸 核酸 核糖核酸 和RNA 裡面有一個主要的成分 就叫做Adenosin 這個Adenosin 就是叫做 腺金 那 其實這個是一個 剛剛好 就在第三個位 就是在 扇金 那個分子的第三個位 就是把養 那個原子 撕出來 所以叫做 三脫氧腺金 那這三脫氧腺金 在我們 在所有的其他生物 的體內 包括是寄生蟲也好 這個真菌也好 因為所有的生物 地球上所有的生物 都有基因 這個基因 就是DNA 脫氧 核酸 那麼我們 我們 去演繹這些基因的馬 的時候 我們需要一些 核糖核酸 所謂叫RNA 那麼這些核糖核酸 就有一種叫做 信氏 RNA 叫MRNA Messenger RNA 原來 原來就因為 那個 我們演繹基因 那套 機器 就是那些東西 就分不出 哪些是 那些 那些腺金 分不出 那個 我們 經常 就是正常使用的 信氏RNA 和這些 三脫氧腺金 分不清楚 所以 有導 一些 很特殊的 生物學上面的演繹 演繹 那演繹呢 居然 就發覺 如果你說是 普通的 寄生蟲 或者是真菌 或者是 甚至是酵母菌 如果他遇到這些 三脫氧腺金 他只是 正所謂 搞亂這些東西 他沒有辦法再生長 包括細菌 包括甚至乎 病毒 在內 因為他是很靠這些 信氏 核酸去工作的 如果一有這些 三脫氧腺金 就有很多程序 不應該進行的程序 對生物的生命 有影響的程序 沒有辦法前進 這麼有趣的 另外 他還有很多 有很多不同的 對我們的基因的演繹 有很特殊的 調教的作用 他還有 是會令到我們的基因 應演繹的就演繹 和不應演繹的就不會演繹 當然 如果單是三脫氧腺金 這麼簡單 當然好 我們不如在實驗室做出這件事 就算了 但是不是 是好有趣 аемся моз核是 根據各樣天時發覺 般人家 above 始終我們單純 合成這些三脫氧腺金 在生物學上 acting上在 Remix 否則能夠找回 天然的 擁有 或 產生物學 所有販壩 吻合在大自然的環境,在很低氧气的状态和高原的地方 才有这样的条件,令到这些真菌去发挥它,消化这些虫体内的蛋白 令它做一些很特殊的脱氧线金,在很特殊的状态 我们近代的科学,近几年发觉原来这些真菌是一种特别的技能 这些特别技能就是做纳米粒子 它竟然做了这些东西之后,它将这些化学物质全部包装成纳米粒子 因为纳米粒子,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药物学各方面 如果是做了纳米粒子之后,连些药都特别有效 而我们知道,譬如银,我们做了纳米粒子之后 都相当有用的,对这个生物有不好的生物一定的抑制 对好的生物程序一定的调教作用 原来这些是我们暂时地球上唯一找到 是大自然,而是有生物是自己不知做什么 无端端就做了纳米粒子的情况 就是这个东虫下草的情况 所以才那么珍贵,那么有用 我们当然外面很多人说,我们不如合成这些东西算吧 有些人说,我随便找些菌,去发酵些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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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做了些脱氧钱出来 所以始终大家都有那个坊间的经验 所谓九病成医,每个都发觉 可以用很多钱,写上很大银码的支票 绿卡绿都爆了,才买些漂亮的松草 似乎效力是好一点 因为始终我们都知道 野生的东虫下草是很贵的 对啊,很贵 所以很多年来大家企图 起码可不可以用一种培植的方法 曾经有些人用一些菊去培植 你知道有些人认为有虫 他总之做了些脱氧钱就算了 他很多做了这些 也曾经分析过这些培植的菌丝 他只是说到脱氧钱的成份 他说成份是很相似的 跟野生也很相似的 但是陈博士说 其实最重要是在临床上 你试试是否可以 是的,没错 我刚才所说 几百年前在西藏高原 发现这些无牛的经验 原来大概在唐朝下 公元620年 第一个有关东丛草 就是第一次记住的 当时是被皇帝的食品 帮助他长寿 但到了公元1400年 开始西藏的学者 写很多有关东丛下草 直到16世纪的中国的李时珊 就开始把毒蟋放入本草江墓 他那种能力就像人心一样 我们这种叫做adaptogenic adaptogen 即是一种适应的 但他这种adaptogen就很有趣 我们发觉他有很独特和针对性的功能 而且他直接对生物的基因的演绎 直接有调教的作用 那刚才陈博士都跟大家分享了 到时今时今日 我们对东丛下草的研究 已经深入到一个细胞学 或者可以说分子学 和可以说是纳米科学的程度 那我都跟大家 一开始都跟大家介绍过 原来东丛下草是数百年前 在西藏和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山的高原 那些木牛的人 观察到一些木牛 他吃了某一些菌族的食物 突然间就变得精力充沛 非常之横皮 他开始知道原来 这些菌有这些效果 但到大概公元620年前 唐朝的时候 是第一个有记载的东丛下草 就开始出现了 那当时很明显 这个是一种这么珍贵的 可以说是长寿抗衰老的食物 当时是那些西藏那些 中供给那些中国的帝王用的 那直至到十四世纪 那西藏的很多的学者 就很详细是聚述是有关东丛下草的 在中国的十六世纪的李时珍 大家都知道 他开始就将东丛下草 就是比美于我们所认识的人生 那方面的 那我们也值得觉得 那东丛下草 我们属于一种叫做 Adaptogen Adaptogen 其实意思是 它能够帮助你身体 帮助你抗衰老 加强你的免疫能力 以及将你的体能 体力增加 那刚才和大家都 都接收到的资料就是 其实呢 我们在这方面的认识 其实很深入的了 那我们也都在坊间 都很多情况呢 我都是用几道培植 用谷类培植的方法呢 来到制造这些东丛下草的 那 那 到底在我们的临床上呢 我可以和大家 是简单些 介绍一下 它是哪方面呢 是经常被采用了 大家 第一呢 是一种 一种抗氧化 那大家知道呢 在 抗氧化呢 或者油泥子呢 是我们 导致我们衰老的主要原因来的 那 那 东丛下草呢 有一种抗氧的活动呢 那我们的研究也都发现呢 它是可以 就是可以保护我们呢 是 抗氧或者油泥子 造成的 的 的伤害的 那 第二个方面呢 那 东丛下草呢 是一种抗衰老的 可以说呢 是一种 反老还童的作用 可以增加我们的 那个那个 那个寿命呢 那么 年纪大的人呢 通常呢 就会用 东丛下草呢 是帮助他呢 感觉到更加 年轻 更加健康 那 东丛下草呢 可以帮助他们呢 整体的体力的问题 和 那个 精神方面的问题 和 胃口啊 活力啊 和 性能力呢 性欲方面呢 和心脏的功能的 那你知道呢 很多时候的年纪大的人 会比较很容易累 那 如果呢 他一用这个的 东丛下草呢 他发现呢 他那个 那个疲劳的问题呢 是很快就 减低了 和呢 他内寒的能力呢 都可以有很大帮助的 那 东丛下草呢 也都是帮到老人家呢 是加强他的记忆力啦 帮助他睡觉啦 和他的智能那方面呢 和那个性能力方面呢 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的 好了 那些性能力呢 那大家都想到了啦 那通常下草 是不是可以装作一种 一种 催情的工具呢 那 其实呢 在过去 在坊间呢 一直都是被采用呢 是增强一般人的性能力的 那 那加强你那个性欲啦 那男性的性功能方面呢 那就原来呢 他可以呢 是增进我们的 那个 性荷尔蒙的生长啦 那加强我们的精虫 那个 那个质素呢 和他那个素量的 那 很多时候呢 他在这方面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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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品的作用呢 就差不多 像我们 吃人心一样的 好了 那还有一样呢 我们发现呢 东虫下草呢 是可以 保护我们的骨髓呢 是 保护他 对抗这些所谓 辐射的问题 那大家知道啦 通常辐射做出来的问题呢 就会 会伤害我们 骨髓里面的 那些 做细胞的功能呢 就可能 出现那些所谓的 白血病啊 这些问题的 那 那 在脑袋方面呢 东虫下草呢 可以 将我们的 血的养分呢 是供应到脑袋来的 那原来呢 他都有一种抗抑鬱的作用的 是帮助你的脑筋呢 更加清整 不要一种 即 恶恶 恶恶恶恶的那种感觉啦 会增加我们的记忆力呢 和我们的思考的能力 那 那癌症呢 那相信大家都很关心的了 癌症是这么普遍的 现在可以这么说 2.3个男性 2.6个女性呢 他一生之内呢 都会出现这个癌症的问题的 那原来东虫下草呢 也有很多些 含有很多些 某种的多糖胎的成分呢 那也有一种叫 Codycepsin Codycepsin 陳博士都有提及的 原来这些呢 就已经是可以 是发现 已经有这些 对一些癌症的活动呢 是有抗癌的作用的 那无论 无论他在那种 那个菌尸体那里呢 或者子实体里面 提炼出来的呢 都有很大的抗癌的活动的 那他呢 就可以 即是调理我们的 那个免疫能力呢 还有呢 是制造我们的细胞 那些臭 痊瘤 即是令到你的细胞死亡 叫做Cell Eptoptosis 其中一种对付癌的 的机制呢 都是令到细胞自动死亡 那还有另一个方面呢 就是那个 那个胆固醇呢 那我们发现呢 那我们 冬重夏造呢 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呢 是制造一些化学的物质呢 是帮助我们呢 是用来减低 和呢 调理我们身体的胆固醇的 那当然了 在这方面呢 在我们的整体健康 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好了 还有一个地方呢 很多人呢 就是病后 或者 或者产后呢 是需要呢 是一些补品呢 是帮助我们呢 是康复得快些的 那很多时候呢 孕苦啊 生了三分之后呢 或者大病之后呢 我都会用冬重夏造呢 是帮助我们送出 回复我们的那个体力的 好了 那在糖尿那方面呢 也都有一种 降血糖的作用呢 那也都帮助有些人呢 就因为呢 是抵抗他的 胰岛素出现的糖尿的问题了 哇 原来冬重夏取 有这么多功效的 这一节时间差不多 稍后回来 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陆床二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 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种不同种类的 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 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床二健康店 电话 28824848 网址 www.h-e-a-l-t-h-s-h-o-p.com.h-k 回来第二节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冬重夏草 我之前在娱乐新闻看到有个某歌手开演唱会 他说每天含着一粒蟲草精华 就可以维持整天的精力 是否真的 在冬重夏草 肯定是可以加强我们的精力 我们的耐力 以及我们的持久力 会减低我们的疲劳和疲劳 有些人基本上很健康 但有时工作过多 会觉得很累 我自己有这方面的经验 你知道我偶爾会去健身室 然后就举一下 我想一言都不会很多次 我很记得我知道 我大概会用什么重量 因为我的做法 我会加重量 令到我大概举五次到十次 就觉得很累 这些是帮助你增加肌肉的手法 我们叫做 isometric exercise 你不需要做很多很多次 不需要做几十次 你做五次左右 你就顶住了 我记得有时 有时我吃了一斤的冬草粉 我才去健身 我发现我那一次 我去做的是做得多很多 起码可以多30% 很简单 因为我不是经常做 不是锻炼得很好 但有时我偶爾去做 如果我刚刚是之前吃了这些粉 一斤的粉 我发现我推的能力是强一点的 所以在这方面 增加的精力已经很肯定了 对付疲劳 很多人知道疲劳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 很多人工作过劳 或者压力大 发现冬蟲下草 肯定是可以消除我们的疲劳 和那些很累的体力出现的问题 第二方面是心脏 其实在传统的我们应用的冬蟲草那边 我们发现冬蟲草对心脏的问题 是非常之有帮助的 原来它可以改善我们的血液的循环 减低我们的血压 和令到我们的心脏 即是不用那么辛苦 都可以保持我们的血液的流通 改善我们的心脏的功能 有时心力不亏这个问题 都有帮助的 整体来说 如果你的心脏好 你的整体的生活质素都会改善 也会减低我们的心跳 你知道了 如果心跳 即是一生人有一种说法 我们的心跳 大概是有规定的数字的 如果我们的心跳 整天都很快速的时候 很明显我们的心脏 会被消耗得快些 好了 第二个应用范围 就是我们的肝炎 你知道香港肝炎都很普遍的 大概十个人都有一个 也有一个说法 肝炎里面 十个肝炎的长期肝炎的病者 由十分之一 就会变成肝癌 好了 在东丛下草 发现 它是可以增加我们的 血里面的 丙种球蛋白 这种丙种球蛋白 可以这样说的水平 可以加强我们的免疫能力 这种的 也有一种化学物质 在我们的东丛下草里面 是可能是保护我们的肝炎 是免受那个损坏的 另外一个应用范围 就是那个不孕 我刚才说的 男性可以增强一种 可以说是增强她的性欲 改善她的性能力的一种的补品 原来在女性方面 有很多女性不孕的女性 在传统的中医都有用 采用东丛下草来处理这个问题 那接着就是那个免疫方面 那我们发现 东丛下草是一种 条理免疫的 还有加强我们免疫的系统 对付所谓感染这个问题 那我都听过了 叫做natural killer set 自然的那些杀手 细胞的杀手 那原来呢 东丛下草可以增加 这些那些natural killer cell 那个数字的 那很明显 是帮助我们身体 是对付病毒和细菌 好了 在肺那方面 那东丛下草 是一种是很 就是很显著的肺的补品来的 它加强我们那个气量 和我们那个持久力 是帮助我们在那个体能方面 比如运动方面 劳动方面 很多都可以用得着 那就是很多的运动员 那都可以这样说 在那个运动那个 那个之前呢 他们都会复食住 这些那个东丛下草的 那当然呢 也都有一些人呢 下力肺本身呢 长期有问题 可能好好气弱 常常常咳 气喘 这方面的问题呢 东丛下草呢 也都可以帮助我们 增强我们那个肺的功能的 好了 另外一方面就是养分 大家都常常都很强调 细胞 即是身体需要养分 是 养分不足呢 慢慢也都导致一个癌的 出现的其中一个原因 那有一位诺贝尔的得主呢 都曾经是提出呢 一个理论呢 就说呢 癌之所以出现呢 就因为我们的身体呢 在一个低养的状态呢 是要转变一个新神代謝的机制呢 是无形之中 在这个就出现了癌症的 那所以呢 如果能够养化我们的细胞呢 加强我们的细胞的养分呢 很明显呢 整个的细胞那个 那个健康的水平呢 也都会增加呢 也都帮助我们的细胞呢 每个细胞呢 那个功能呢 会改善呢 好了 那还有方面呢 就是封射啦 现在最近封到的问题啦 是 大家其实都很好 就是很担心的 那当然呢 一种的邦间蛇都看到啦 我们吃点点质啦 亦有大啦 吃多些紫菜啦 那这个呢 会帮助我们 起码可以保护我们的甲上线 是 不会受这些封射的破坏 那但是呢 封射呢 很多时候呢 是会影响我们的骨髓的 影响我们的身体的消化系统的 那这个东松下草呢 在这方面呢 都有一个扮演一个呢 是保护我们的骨髓呢 是保护我们的骨髓呢 和我们的消化系统呢 免受这些整体性的 复射的伤害的 嗯 那还有就是呼吸系统啦 我们的研究发现呢 东松下草呢 就可以改善我们的气蓄啦 清清我们的痰啦 我们的咳嗽啦 和睡眠那方面的 那也都有一些是 就是敲喘的人呢 和慢性肢气管炎的人的 那原来呢 这个东松下草呢 是可以帮助我们那个 脂气管的那个 那个气管的迫度呢 是可以减低它 令它放松一点 可以这么说呢 是一种天然的消炎药来的 那是一些 甚至是一些 比较严重一点的肺的问题呢 它都可以改善肺的功能 和令到它的能量更多一点的 譬如有些人的肺气肿 肺气肿很辛苦的啦 好了 睡眠啦 香港起码有三十万的人呢 长期失眠的 其实可能呢 间中失眠的人都很多的 那原来呢 东松下草呢 可以帮助我们 调教我们那个 那个 那个睡眠的周期的 帮助我们呢 在身体 在睡眠的时间呢 将我们的 主要的微元素呢 是进入我们的身体的细胞啦 那也都 我们调理我们的 不正常的 睡醒啊 和晚上睡觉的问题啦 那可以改善我们的 那个睡眠的质素啦 也都我们减低我们的 那个夜疗的问题 那现在很多人都是的 都要晚上睡觉呢 他就会 就是会醒去和喇尿的 那又想几次的 那很明显啦 如果这种情境经常发生呢 你的睡眠的质素 gouvernement也会受到影响的 那种东松下草呢 在这方面呢 可以帮助你 啊 你睡得软一点,不需要在中间睡醒方面 我曾经所说,东虫下草在耐力方面很有用 所以在运动方面是一个很大应用 很多要依靠耐力的运动员 因为他们需要的养分、运用能力 发现东虫下草对一些加强带养的运动 以及持久力的运动这方面是非常好的 原来它可以减低我们身体的乳酸出现 你知道很多时候人们做完这些运动 周身肌肉都冤与酸晒 所以中虫下草在运动员方面是非常大的帮助 简单来说,我再和大家简单说一说 因为纳宝评人了解每一个工具 都是希望它应用在什么地方 首先它是一种很好的抗氧化剂 亦是一个抗衰老的工具 亦是一个增强性欲的性能力 保护我们的骨髓 保护我们的脑袋 令我们的抗抑屈 令到我们的思考能力加强 亦是一个很好的抗癌工具 对付胆固醇 帮助我们病后或者怀孕之后的体力康复 对付糖尿的问题 整体的能量 和我们的疲劳 超脆疲劳 在我们的心脏方面 肝炎方面 女性不仁 整体的免疫能力 整体肺的功能 我们身体的养分的运用 对付辐射的问题 在我们的呼吸系统的问题 睡眠方面 和运动方面 都很大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东虫下草 在这很多方面 效果都非常之强 或者在这方面 我们请问陈博士 在这方面 其实你有什么资料 可以让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东虫下草 一直在中国都是一种很贵重的药材 在西方国家 很多就算是 旧时的香港人 觉得不是 你吃虫虫 其实 有一件事 大家可能没有留意到 全世界 东虫下草 受到国际的注意力 的原因 1993年的时候 忽然间就变成了世界前面 为什么世界前面呢 因为当时在北京 一个 运动会 在这个运动会里面 有三名 女性运动员 分别是 连续 破了五个世界纪录 破了一千五百米 三千米 和一万米 的 dash 然后 有关组织 立刻把抽血 验小便 验口水 测试一下有没有用到 禁药 有没有用到 雷顾醇 雷顾醇 完全什么都找不到 然后他们的教练 马教练 马中云教练 就直接 跟这个 记者 世界的记者 解话 就说 因为他们 一直在吃两种东西 一种就是东虫草 另一种就是水鱼的血 Turtle Blood 水鱼的血 的血 OK OK 然后到2000年 在澳洲的奥运会 忽然间他的运动员 最后关头 是 withdrove from competition 哦 所以世界上 他觉得可能会不会 有些方法测试到他们大量 因为当时对这个东虫下草里面的有效成分 那个虫草数 中国中外科学家医学界都没有什么经验 还有不知道他的原理 何在 是 就是 就是 当时他有些 怯 2000年 十几年前 有些怯 是 就担心着会不会 人家 会不会 就是东虫下草里面有些什么 巧妙的东虫 譬如 会 累同 有些禁药 这样 所以他就索性 将这些大量复食东虫下草的运动员就 临时就退出 退出了 坦白说现在东虫下草在中国来说 不止是中国的科学家都和医学界都做很多很多的研究 实实在在的基理上的研究 甚至乎 几年前 在英国 Universal of Nottingham 都已经 用大笔的经费 很费人才 人力物理去研究 研究了之后 那个结论 可能 世界上 是会有一只新药 新药的基础 居然是东虫下草 但是后来始终 一路研究后发现 有一个 局限 局限 始终 做不得到 就算你 有了 这些物质 似乎硬是 去不得到 天然东虫草 的效用 就算它的成分 多高 都是差了一点 刚才袁医生说 这个东虫下草的效用 所谓 这些老实说 抗氧化好 抗水路好 帮助糖尿病好 增加你的能力好 唱歌唱得好些 熬得久些 救气些 年老大是英俊 有肝 骨髓 生殖功能 所有的改善 保护 什么都好 老实说 始终 一辆车 走 你也是 靠个基建的 表现 人 始终 我们只不过是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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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益 这么多的细胞 大家 合作 变成我们最 重要的 功能单位 始终 都是细胞 这些细胞的工作 是谁去主导的 好像电脑那样 全靠你的软件 里面的程序 始终每个细胞 它有 基因 这套基因就好像 那个电脑里面的软件 的程序 那与生俱来 你IBM 好 Apple 好 什么都好 它有它的长处 它有它的短处 人呢 都是参之不齐 我们呢 始终 怎样找到好的 爸爸妈妈生我们呢 都是差了一点点 那么多 有事 连不幸事上来 竟然有些 遗传性的 短处 变了有些 遗传的 病啊 或者不成病都有一些 缺陷啊 諸如此类啊 譬如有些人这样 差了一点 那样 差了一点 那原来呢 我们 好像一部车 那样 我们只要有些东西 加了下去 可能 加了下去的 机油啊 或者加了到电油 大家有没有听过 可以令车 就算是很炸的车 都可以临时走得好一点 嗯嗯 OK 那 变成了人一样 我们 我们是承受了 我们父母的基因 那些程序 运 gelmiş 明明今天是Apple 明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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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ic 有很多東西沒有辦法改 唯一的方法是去彌補、補充它 補充的方法有很多 你窮我給點錢你就不窮 你不夠吃我給你吃 就不會餓了 可以說是就這樣填充補充就算了 但這個補充 好有趣,東松下草裡面的所有成分 第一,是沒有加下你 它是沒有能量的 起碼不會胖 第二,它完全沒有維生素 沒有維他命的,你別搞錯 裡面連好的脂肪都不給你一滴 它實實在在是靠什麼呢 真的是靠這個分子 而這個分子是大自然和我們 組合到剛剛好 是適應所有影響到我們所有細胞裡面的基因 就是好像那些程序 其實它唯一影響的就是我們細胞裡面基因的程序的演繫 它可以幫助我們彌補了大部分的缺陷 不只彌補大部分缺陷 還是剛剛好調教到我們的基因的演繫 不應該演繫 不應該演繫的就不要演繫 不應該演繫的就不要演繫 如果我們有些 譬如突變 不應演繫的就演繫了 譬如那些細胞不應該亂長 亂生長就變成癌細胞 譬如那些細胞 很難搞的 令到細胞的生長程序 正常化 即是應長時長 不應長時不長 為什麼呢 如果它應該是滅亡的話 它已經壞了 弄不好的了 它會 圍繞了 即是敗了 我們基因的缺陷 去令到這些細胞正常地演繫 它們的自殺程序 這個細胞凋亡 叫Apoptosis 所以我們人腦的原因是 因為很多細胞的基因受到一定的衝擊 所以有突變 所以這些細胞工作不正常 阿茂不做這些 阿李不做這些 於是 搞到那盤生意做不成 但是它又不肯退休 這些不是很妥的細胞 如果有一盤生意 有一些不妥的員工 他又不肯改正 他忽然間自動自覺辭職 然後新的員工入場 那這盤生意多漂亮 做得多順利 人的細胞都是一樣的 但是問題呢 我們很多時候會 遺傳了一些 承受了一些有問題的程序的時候 有些細胞不捨得壞了 老了不捨得走 這個蟲草素 就可以圍繞了 彌補了我們這種缺陷 令到這個細胞的演繹 正常化 就變了 很多 似乎 我們所有話所謂 保肝 保腎 健皮 抑胃 保中氣 強心 包括增加性功能 耐力 康復快一點 護肝 殺癌 很有趣的 有一樣東西 蟲草素居然除了可以增強免疫功能 我們是 即是 交給村交給州 即是進了一些垃圾 跟著一些垃圾出來 即是我們進了一些東西 在黑箱裡 跟著後面有成果出來 我們 雖然是 不明白裡面做什麼 總之又這樣用了 其實呢 他 蟲草素一樣很有趣 他除了是 增強免疫功能之外 他居然對 免疫功能失調的情況下 他可以調整 是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這些 三脫養線金 就剛剛好 阻礙了那些 不應該發生的事情 去發生 因為呢 他是 調教那個 信使 核酸 核酸 的作用呢 竟然是 全世界最好的東西 來的 那我們偶然 亦都 很感謝那些無偶 跟我們發言這些東西 黑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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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感謝那些豬跟我們找到 黑松露 我忘記了 黑松露在歐洲 他們是用那些豬來找的 在地上那裡 那些豬很喜歡吃 那些人就要立即拖一隻豬走 拿來刮 於是呢 我們聽過 某名人 在澳門做好大生意的 用到很高的價錢 幾百萬的價錢 去投一個 很漂亮很大的黑松露 這些很香的東西 我們很感謝那些無偶 真的可以跟我們找到這樣的東西 然後也很感謝我們的先人 有這樣的智慧 去 尊重 自然的程序 而且對牛的生活 都有一些 以尊重的眼光去看待 所以 就搞出這種東蟲下草 在市面上 因為我們大家都聽過 大家很多時候都是 去參觀旅遊團 很多時候會被你帶去 一些這樣的地方 專門賣這些東蟲下草 價錢就是很參差 有些貴也很厲害 比如有些漂亮的 像陳醫生 曾經提過 漂亮的成幾萬元 那麼 作為一個醫療消費者 我們自己陸創二 最近 由陳博士介紹了 我們找到一些很好的質素 除了天然的蟲草 很貴 風間也有很多蟲草的 所謂發酵的製成品 當然價錢是比較相宜的 但問題 就是 剛才說的 始終天然蟲草的效力都比較好 好的原因是因為這些 線金 在大賤入面有不同的組合 有時候我們找一些 漂亮的很大量的蟲草 去燉的時候 大家記得家裡都聞到 很重的蟲草香味 如果大家打開這些瓶 或者粉 或者膠囊 聞到這些 很重的蟲草香味 你就知道 可能這些是很有效的 事實現在是有 高質素的蟲草 雖然不是天然蟲草 但不是太貴 經濟上能夠承受 但我倒得來 它實在 不是去青蟲高原挖爛地 用這些蟲草環保方面都很好 是用正式的那種真菌 以及用剛剛 絕配那種 蟲的蛋白 幼蟲的蛋白 來發酵 我們得到的東西 是很接近天然的 所以 我收集到這種蟲草製劑 完全有很濃 凳天然冬蟲草的香味 簡直一打開是撲鼻的 然後在臨床經驗方面 很多病者 身體虛弱到很多渡汗 夜晚有冷汗 吃幾天之後 冷汗是沒有了 大家如果想試一下 吃大量蟲草的幾樣情況 一樣 吃大量的時候 慢慢血糖會降低 低到幾乎暈 如果你是糖尿病者 當然好 正常化你的血糖 但普通人 如果是 吃大量蟲草 很快會 血糖低到暈 另外如果你吃適量的大量蟲草 還沒暈 不暈的話 你會精力充沛到 你 真的幾天睡都不累 不停地工作都可以 當然是 如果是 很多 兄弟 他很喜歡 那些 比較 正常化的人性的生活的時候 你會發覺他的功能 可以說差不多 比美很多 莊揚藥 但是對身體完全沒有傷害 以及不會過路 當然 長期服食 冬蟲草 我本身 幾代都是中醫 幾乎每一代 我們 都大量服食冬蟲草 連我媽媽現在86歲 他都 信不信由你 他一個月 吃成半斤通蟲草 那這個 他是天然通蟲草 天然通蟲草 他很厲害 一天 他吃成 三碗 濃縮 的燕窩 可以吃得那麼多 可以很多 事實是有延年益壽 有 強重身體 有彌補了 你的基因的缺陷的情況 有預防疾病 的作用 大家 無償 儘管 評鑑一下 是 我們 六初以最近 最近引入 這個 蟲草精華 OK 好 多謝 多謝兩位的分享 今天時間又到了 如果有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同原醫生回診 帶以下這個電話 25773798 謝謝兩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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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